然後到什麼怪,大家對火箭兵團也不會陌生,一隻會講人類語言的小精靈 如果以動畫來說,他是第一隻會講人話的 雖然神獸都會講,但神獸是神獸,當然是不同的 但他們也是後期才出現,會講人話的跟動畫是第一隻 其實是很小隻,大家可以看看,拼起來的話,只有我下半身也不會過 膝蓋高一點,就是大腿,其實是很小隻,真的像一隻貓 這裡是跟動畫,正路是四隻腳 但這隻貓咪怪是兩隻腳走的,大家看到嗎? 這裡是跟動畫,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動畫 所有貓咪怪都是四隻腳走的 是火箭兵團的,兩隻腳,這隻是跟動畫的 其實我有懷疑他是懶的 因為我們現在玩這隻Let's Go,都有貓咪怪,他都會走的,都是用兩隻腳 我懷疑他是懶的,所以用同一個模組就算了 如果他用一點點心機的話,他真的會跟隨野生小隻營 正常小隻營的話,什麼怪不應該是兩隻腳,應該是四隻腳 應該是四隻腳趴趴趴的 現在就到高鬥貓了,一隻可以讓我們騎的小隻營 雖然他是貓,但進化之後就很大隻,可以讓我們騎上去 小精靈,我們騎,飛的小精靈,有不同的小精靈 速度也有不同的 高鬥貓來說也算是快速的 有些是慢的,卡比獸這些就慢了 我們扯了他的肉 高鬥貓是快的 如果你去常青森林那些,你飛行小精靈 可能是噴火龍那些,你飛不到 你不能飛的 你就可以選擇用這些小精靈 幫你走快一點 然後就到傻鴨了 也有很多女生會喜歡的小精靈 因為為什麼他真是貪矮夠傻 那麼任欲其名,傻鴨,傻傻傻且 大家可以看到他父母 也看到他嬰嬰淒淒,也知道他真的傻傻 但是傻 empire也夠可愛,這下真是用來的 好,到他的進化型態,高傷鴨 進化之後就很明顯是像 蛤同 不要的看到,我們的顔是不像光頭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爪中間是有些膜 方便它游泳就游得快一點 其實河童跟它很相似 當然河童是中間地中海的 由於它不能夠做到真的像河童一樣 就是有心機畫過 而且要像傻鴨 就是進化碼,所以改了一點點 說到好像我畫的,當然就是我推測而已 一隻很厲害的小陣營,水屬性和超能力系的小陣營 比較會小人用,因為你第一時間想到超能力 可能會想到腐敵 小人用一點,但實力來說它是不錯的 好,到猴怪,一隻很活潑 很喜歡搞搞震的小陣營 在森林生活 明顯它是由猴子的毛組去畫 但大家看到我走一步,它是走幾十步的 看到嗎? 真的活力充沛 而且很喜歡偷東西吃 絕招方面來說就不是特別厲害 也是只有抓人 也比較少人用 進化了之後就是火爆 火爆就厲害了,會多人用 在格鬥小精靈來說 因為小智也有一隻火爆口 很多人就會改了它的名字叫做漏漏珠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它的樣子 是... 就是... 右上角是有個漏漏 我們說董哥多士的漏漏 是以這樣的姿勢 即是姿勢 畫了這樣做漏漏 長期都在發脾氣 在漏漏 而且它的鼻子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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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一個手 已經是帶了拳套 天生帶拳套 是一隻很厲害的格鬥小精靈 現在就到護珠犬 一隻中心的小精靈 大家不會陌生 因為第一代的溫沙小姐 他們用的小精靈全部都是護珠犬 因為不同地方的溫沙 他們用的小精靈是不同的 有些是用線球 有些是用其他的 但是基本上第一代的全部都是用護珠犬 說得叫護珠 就明顯是中心的 一隻火屬性的小精靈 進化形態 鳳神犬 超大隻 可以被我們騎著 小某也有一隻鳳神犬 第一代的小精靈 在動畫中 鳳神犬是珍貴的 一隻珍貴小精靈 不是特別多人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太記得了 總之第一代也說過 鳳神犬是一隻珍貴的小精靈 不是說到處都有的 講開鳳神犬 跟大家說一點點題外話 當年我們玩Pokemon GO的時候 阿俊 玩Pokemon GO 進化了鳳神犬 你知道阿俊跟我說什麼 阿俊 我把護主犬進化了 進化了做護神犬 阿俊叫他做護神犬 然後我說鳳神犬 是嗎 那他是護主 進化了之後 就不是護主人 護的更厲害的 就當然是護神 所以阿俊叫他做護神犬 當然他正確的學名是鳳神犬 但是阿俊幫他改名 改名叫護神 他在Let's Go這裡跑得很快 跟高豆貓也是差不多 也是一隻速度的小精靈 大家看到他跑得很快就知道 而且真的很大隻 毛應該也很舒服 然後就到蚊香科豆 明顯名字都聽到 由科豆到滑出來 一隻水屬性的小精 也挺有趣的 一隻 health 那尾廢就動一下 很有科豆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清楚 他的圈子是中間有一些 在圓、圈就是滑圖 然後就到趕香腿 巨大的小精 大隻很多 沾站ザ sensible 大家可以看清楚 任何過牌狀的圈 跟任何科豆的圈是不一樣的 是有一個反轉 一個是順座手邊 就是純右手邊 大家這個要留心一點 因為動畫中有講過 有一集小子去小精靈學校 就是學校 被人問過一條問題 究竟這個圈是甚麼小精靈的 進化前和進化學是不同的 這些大家想多認識 這些是很細微的 大家要留意的 最尊的進化形態 大力蛙一隻水屬性 兼且有格鬥屬性的小精靈 大家都看到 他的手 很大 很明顯的小精靈 進化之後 會懂很多格鬥的技能 例如偷測地球等 他除了 這個型態之外 在蚊香蛙 如果被王冠帶 他會變成牛蛙軍 有一個分支 另類進化形態 不過牛蛙軍這些是後幾代 第一代就沒有 然後就到超能力小精靈 卡斯 捉這個小精靈 如果是以前的王版 你遇到他 第一時間 你一定要丟精靈球 不然是走 因為卡斯一單 就是瞬間移動 一瞬間移動 就走 你就捉不到 除非你這麼好 第一 你可以弄到他睡覺 他就不會走 又或者你弄到他麻痺 剛好他出瞬間 麻痺出不到 你就可以留下幾個彎 如果不是 正常情況下 你還是用精靈球捉到他 如果在Let's go 你要捉他 你一定要繞他背部 來遇到他 如果你在前面 遇到他 是不行的 你在前面 他會看到你 他就會馬上走 瞬間注意走 所以大家如果在Let's go 捉他的時候 一定要繞他背部 撞他 不要在前面 在前面 100% 你差不多走到他 他就會走 現在就到遊基納 進化了之後 就多一隻匙巾 尾部都大了 如果說年齡 卡斯 到小朋友 遊基納就變成了一個中年 中年男子 就是這隻匙巾 就是從小開始訓練 修煉超能力 修煉到中年 終於回到這麼少的成績 用匙巾去弄 令匙巾彎曲了 最終的進化形態 呼嘴 剛剛都說過 如果是年齡層來說 科迪已經去到老年 拿著兩隻匙巾 真是老太龍中 連梳也都出來了 正常的 你沒有差不多年齡的修煉 這些異常的精神力 超能力 怎麼會出現呢 它是有Mega Mega之後 真的 很新鮮 有很多匙巾 而且 坐在這裡就可以了 之前也有拍過 所有Mega的精靈 姿態給大家看 有興趣過 大家可以看這條影片 就會看到 複敵 Mega之後的姿態 如何 以第一代來說 複敵 超能力的小精靈 好像印象中 不算神獸 不算神獸 大家第一時間想 第一代小精靈 超能力的一定是想複敵 因為它是純超能力的小精靈 能力方面是非常厲害的 然後就到格鬥小精靈 鐵碗 人仔細細 但是很大 輕易可以舉起正常25個成年人體重的東西 只是看圖鑑說 當然這些當然可以說 可以舉起100個也可以 當然官方說 我們就這樣聽 小精靈的世界 奇妙的東西 我們無謂去計較 去猜測 之後就到大力了 是一隻最接近 人類形態的一隻小精靈 大家可以看到 有腳有手 有頭 好像一隻小精靈也有 但是他的身體的輪廓 是很像一個大隻佬 大家知道嗎 真的很像一個大隻佬的人類 正路來說 你不說的其實非常像 一個人類的小精靈 感覺潛似人類其實跟我差不多 不一樣 都是這樣 去到他後期這些 比較少去戰 多數有很多人類 找他做孤雷多 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趣 自己懶 找他做孤雷 也有地方拿他做按摩師 幫人類按摩 因為他力度很足 到最終的盡快形態就是怪力 叫怪力當然是很恐怖 其實他跟大力是差不多 只不過多了兩隻手 還有頭部的樣貌方面 有一點不同 頭部也不同 其他東西其實差不多 我們可以騎到上面 他會單手抱著比卡超 而我們就像騎駁馬一樣 騎到上面 大家看到嗎 移動速度不是特別快 跟我們平時走路差不多 不過會快一點 挺有趣的 騎駁馬走路 你可不可以嗎 但正常來說 如果我到時候 當他現實世界真的有怪力 我不會這樣 我覺得很危險 我們也有差不多高度 其實很危險 重心問題 接著就到喇叭牙 也是一隻很活躍的小精靈 走得很快 而且身體構造很有趣 真的像喇叭花 放在地上不太覺眼 身體的柔軟度很高 不要小看他 都很大力 跟比卡超打是可以捏一下 進化之後就是口外花 名乎其名 因為 樣子又呆呆的 嘴巴又抹到老年那麼大 所以就叫做口外花 沒什麼特別 只不過是沒有了根部 對花大了 最終的進化形態 大食花 大家對他都不陌生 因為小慈郎是一隻 很喜歡吃人 小慈郎每次由精靈球 扔出去 他總是要吃小慈郎一會兒才行 不過這個 就不是真的想吃他 這個是 他對小慈郎愛的表現 大大大了很多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 口外花的口是向地上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口是向上天 然後 到大眼水母 這隻是水母型的小精靈 水屬性的 沒什麼特別 你當是普通水母 這樣 這隻 沒什麼 我也不懂 這隻 沒什麼特別之處 到大眼水母 明顯是大了很多 如果以尺寸來說 其實他真的很大 差不多大到 有一座小島 因為在動畫中出現過 大到非常不得了 大到嚇死人 這裡已經把尺寸了很多 大家看一下 他跟我的人差不多 但是在動畫中出現過 是大到不得了 毒屬性的小精靈 他用毒都用得很厲害 這個樣子 挺恐怖 像是套了一個頭盔 好 到小拳石 大家都不陌生 小光也是一隻 我記得 很佩服小精靈的人 可以就這樣 一顆石頭 新的手 就當成小精靈 小拳石 有一隻 岩石系的小精靈 但是 你拿它來格鬥 都可以 因為 小光曾經拿小拳石 參加過這個P1格鬥大賽 他是給的 所以小拳石 都可以當這個格鬥小精靈 來用 然後就到滾動石 顧名思義去走的時候 都是滾滾滾 我沒有普通姿態 只有阿羅拉 有很多人 一隻 弄得很快 大姐 本來都是由石頭來造成的 大家看到嗎? 看起來也挺有趣的 挺可愛的 新了一隻手 我反而覺得他的手比較奇怪 感覺是... 因為他有四隻手 大家看到其實他有四隻手 一隻就隱藏在下面 類似掩蓋自己的嘴巴 另外再新多兩隻出來 所以他有4隻手 之後就到滾動艾 chancellor 正常一點,變回兩隻手 走的時候一樣都是滾著來走 滾動岩都蠻厲害的,因為如果說小精靈重的話 滾動岩數一數二,是非常重的 重的程度,我忘了是卡比獸重一點 印象中兩個是不相伯仲,因為整個身體都是由石頭造成,所以非常重 所以如果你用一些招式,用泰山壓頂 滾動岩這些是會有絕對的優勢 因為重的關係,招式技能和攻擊力方面會比較厲害 小火馬一隻火屬性的小精靈 動畫中小火馬已經可以被騎 不過來到Let's Go的世界就不知道為什麼是這些 整隻小寶寶剛剛出生 很明顯是馬來的,不過加了一些烈焰給他,就變成小火馬 小火馬都...少人用 多人喜歡,但是少人用 因為如果說戰鬥來說,就不是特別厲害 少人用,多數人用來騎多,也很少用來用 不要用來玩玩遊戲,動畫也是 動畫都少人用小火馬或者烈焰馬 真的用來騎馬多,就當是馬 小火馬就沒騎,但烈焰馬轉快速就有騎 在第一代的小精靈當中,小火馬的跑步速度是最快 因為當時有說過,在動畫上說過 說烈焰馬是被譽為小精靈當中跑得最快 當然,後期就...不是 有其他小精靈跑得很快 但是在第一代來說,烈焰馬是非常快 但是現在跑的時候,可以看到它的火焰嗎? 有點脫脫,有點脫脫出來 正常來說,如果你跟小火馬不熟,小火馬或者烈焰馬不熟 你會被它的火焰燒傷 但是當你不怕它,而且它又認同了你之後 它那些火就不會燒到你,你就可以騎它 開頭小智騎它的時候,都浪費了不少功夫 小外獸,一隻呆呆呆呆呆的小精靈 走得非常慢 是慢到... 系統會將它變回精靈球,飛回我身邊 然後再放過它出來,你看,慢到... 小外獸移動速度很慢 但是當它真的要動的時候,是動得很快 但平時就慢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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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跟傻鴨兩個鬥外,兩隻最外的小精靈鬥外 那一幕很厲害 進化了之後就是大外獸,用兩隻腳走路,當然身形方面也大了很多 大外獸,我們這裡可能就這樣升等級,遊戲就這樣升等級,通訊進化 但是在動畫裡面,如果小外獸要進化成為大外獸,是需要貝殼怪咬尾才可以進化 我沒有記錯,叫共生,大家靠大家來做什麼 因為小外獸如果想用兩隻腳站的話,就需要貝殼怪咬尾,幫他做身體的平衡 才可以讓兩隻腳站起來,如果不是正常的情況下,他不能站起來 所以就互做互理 而且如果貝殼怪想離開水面去見識更多的話,只能夠靠大外獸 即是咬著大外獸進化了才可以 即是你幫我幫你,這個動畫裡面是這樣說過 一隻超能力的小精靈,很厲害 他除了這個之外,如果小外獸帶了這個王冠 又會進化另一隻小精靈,那隻小精靈就懂得說話 即是一進化就懂得說話,很可愛 那隻也是一隻厲害的小精靈,兩個不同進化的姿態 那隻就是荷馬王 小瓷怪,一隻電屬性的瓷怪小精靈 動畫裡面也出現過 當時比卡超就生病了,發出一些瓷力 小瓷怪就很喜歡,黏住了比卡超 小瓷怪也很厲害的,電屬性的小精靈 當然講電當然不夠我們的主角比卡超厲害 進化之後就是三合一隻瓷怪,剛剛也說過 跟地鼠的原理一樣 進化,怎麼辦呢? 隨便找幾隻貼在一起就可以了 它是更像的,為什麼呢? 它真的擺明是三隻小瓷怪貼在一起 原先它的瓷石是橫放的,水平線的 貼在一起之後,水平不到,強行推到上面 所以大家看到瓷力是動在一起,很想回到下面 但是又不能回到的樣貌 像不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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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三合不像,又有一點點隔眼 隔眼三隻貼在一起,當作進化 好了,到火蔥鴨,這一隻很好吃的小精靈 為什麼很好吃呢? 動畫裡面說到它是鴨 我們人類也有吃鴨 還有它手上是大蔥 如果將它大蔥和火蔥鴨一起煮來吃的話 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動畫裡面說到它是被人大量去暴殺的 一隻味道絕種 其實也尚算一隻珍貴的小精靈 在這裡是會飛的,咬著自己的一棵蔥在一起飛 但是這棵蔥其實是它的武器 你看多有趣,這樣拍一拍都很帥 動畫就沒有說它這樣拍的 動畫就說它用腳來走 接著就是多多,兩個頭 我也不會說這隻小精靈究竟是怎樣的 總之就是兩個頭 沒有手的,只有腳 跑一下跑一下 這樣 好,之後就到它的進化形態多多利 進化了我們可以騎著它 多多利的速度都是屬於快的 但是感覺上 烈焰馬、鳳神犬那些跑得比較快 不知道是不是腳幼呢 感覺可能比較慢 就是 比起我們正常走就快一點 但是如果你想最快的 我想你可能騎回鳳神犬 或者烈焰馬那些會比較好 不過剩下它就比較小 也有趣 多多利分別有三個頭 三個頭的表情都是不同的 分別代表起、悲、路 三個頭是會打架的 很有趣的 而且三個頭是會欠東西吃的 雖然落到去身體裡面應該都是同一個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三個會欠東西吃的 好搞笑的 然後就是小海獅 也是一隻比較少人用的小精靈 不過如果是第一代 冰屬性的小精靈就不多 它是其中一隻 也挺有趣的 擺明是海獅 就是腳毛組 再改 即是畫出來的 走的時候 就是 找一個肚子 來滑 很有這個 海獅的風範 因為海獅也是用肚子來滑 走在冰上 這樣 挺有趣的 好 接著就到白海獅 白海獅 就是更加 華麗 又不算華麗 現在比較漂亮 白海獅就像嬰兒 因為養貌很像嬰兒 身上舌頭 比較 有一點傻氣 白海獅就不同 成熟很多 比較漂亮 不過也是很細條 真的像海獅 拍一拍手 好 接著就到爛泥怪 一隻非常臭的小精靈 在坑渠道 生活 全身都是一些骯髒的東西 毒 在臭河、臭渠、臭海 那裡誕生 進化形態就是爛泥獅 有一集就說這些小精 塞住了發電廠 令到整個市鎮沒有電 最終這隻大佬被小智收復了 不過小智收復了之後 就沒什麼用 到最終打比賽就用過一下 中間這段時間就交了給大木博士來照顧 大木博士還罵小智 有沒有搞錯 好傳送不傳送 傳送隻爛泥瘦回來 激到大木博士死了死了 但不要看戰得力是很高的 對草屬性的攻擊沒有什麼作用 即是飛快刀那些 打到他的身體是沒有東西的 只會拚兩拚的 接著就到貝殼怪 這隻小精很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 正路應該伸出舌頭的正面 但是走的時候 是這樣的 是背著我們走 很好玩 剛剛跟大家提及過 背殼怪 咬著小外獸的尾巴 就會進化成大外獸 一個共生的一個 系統嗎?不是系統 共生的一個模式 一個生存的模式 小小隻 兵屬性的 進化形態就是鐵甲背 一樣都是背著你走 這裡的樣子比較紫色 但是動畫裡面的 是全黑色的 感覺有點像鬼屍 一隻 如果 他的殼是非常堅硬的 如果是關上蓋子 不讓你打開的話 你怎麼找一隻叫都叫不開 硬到是不得之了 然後就到鬼屍 很有幽靈的感覺 黑色 一塊 一團 什麼都沒有 旁邊有些 類似鬼火的東西 圍著整個身 然後就到鬼屍通 鬼屍通 很大隻 大隻到我們可以 趴在他的背上 鬼屍通 也有很多人喜歡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鬼屍通 因為真的 很有趣 很可愛 我覺得他很有趣 你看看多大隻 動畫裡面 說的是鬼屍通 很小隻 跟小智的臉 差不多大 但不知道為什麼來到動畫 就大隻到這樣 你看 還有 幽靈的關係 他有手 但他的手 就不黏在身體上 走的速度就慢 比平常走路還慢 不過 可以這樣 躲在背上 也非常可愛 不過 不能夠走去水 即是不能夠飄去水 只能夠飄在地面 然後就到鬼屍通 進化之後 反而比較小 不過也比人大 一隻很強勁的幽靈系小精靈 第一代 應該都叫王 以幽靈來說 很多人都會用他 尤其是衰老波 非常厲害 四天王都用緊鬼 可想知道緊鬼的實力有多強勁 第一隻緊鬼也是 看動畫 第一隻會看到的小精靈就是緊鬼 現在就到大岩蛇 真是很大條 我們會騎在大岩蛇的頭上走路 這一幕 動畫都出現過 就是參加這些賽跑的比賽 小江就是這樣騎在大岩蛇的頭上走路 來到Let's go 我們也是這樣做 不過 速度方面 就很慢 大岩蛇本身的速度也是慢 所以 貪過癮就OK 如果想快趕時間 就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他會有進化形態 不過要去到第二代 進化了就是大岩蛇 有岩蛇 有岩蛇性的絕招 厲害很多 也有Mega 不過這些要再後期一點 接著就是食夢獸 一隻專門食夢的小精靈 給我感覺 其實他是由大象那邊而成 不過就是細版 以及適用兩隻腳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鼻子真的好像象鼻子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像呢 當然 他的象徵是長一點 他就短一點 但真的好像一隻大象 他的進化形態就是食夢獸 擺到明他是一個催眠師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他手上的武器 像不像我們那些催眠家 拿著一個幣轉轉 現在覺得很眼粉 所以他叫做催眠獸 因為擺到明他是一個催眠師 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隻 都是訓人教的小精靈 來的了